現在進入黑葉荔枝的結果期 不過南投的荔枝農完全笑不出來 因為荔枝園受到了黑角五兒的幼蟲大舉侵襲 枝葉幾乎快要被啃光了 也因為沒有天敵 讓果農苦不堪言 開著經過南投八卦山台地的老荔枝園 不見枝繁葉茂的景象 反倒都是光秃秃的樹枝 整個山區幾乎被茅蟲大軍攻佔 地上四處亂爬 樹幹上也有不少亂竄 有的還吊起細絲 在空中扭來扭去 讓當地的民眾很頭痛 原來這些蟲蟲大軍是黑角五兒的幼蟲 外觀看起來帶點彩色 卻是帶有毒性 一旦接觸到皮膚 就會紅腫痛癢 尤其像中張頭盛產的荔枝 更是蟲蟲的最愛 這回大舉入侵南投八卦山台地 讓當地的荔枝園幾乎被吃得清潔溜溜 結果其遇上蟲害 更是讓荔枝農欲哭無淚 專家說十多年前 黑角五兒的蟲害也曾經大流行 現在恐怕又進入了發生高峰 專家表示當年黑角五兒的幼蟲數量 曾經銳減 留下來的適應力卻是越來越強 加上沒有天敵控制數量 讓繁殖力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農民已經懶得噴藥了 南投縣府現在還在積極協商 必要時將以噴藥防止族群繼續擴大 吉爾尼健身 彭幻群 南投報導